欢迎来到风华绝代 我是只分享好故事的嘉楠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说起56岁的台湾演员董志诚 相信不少人都会觉得很陌生 但是他曾经在著名偶像剧《流星花园》中 饰演女主角山菜的爸爸 这样一说 相信不少8090后都会想起来那个可爱的山菜爸爸了 而除了《流星花园》中山菜爸爸一绝外 他还在放羊的星星里饰演李光明 在光阴的故事中饰演冯爸爸 每个角色都刻画得让人印象深刻 作为演员 名气这么大的董志诚 其实主业是主持 他在台湾主持界也有着不小的名气 曾主持制作了女丑剧场 钻石舞台 电视俱乐部 红白胜利等多个综艺娱乐节目 曾在2002年凭借世界大不同 成功捧走了最佳娱乐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但是平常里整天乐呵呵的董志诚 却也曾为离婚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 董志诚与前妻罗若云在2020年2月份 就爆出过离婚 而双方因为讨论财产分配问题 导致离婚推迟了8个月 在2020年10月份 两人的离婚案件终于告一段落 就此结束了他们21年的感情 据罗若云的闺蜜称 董志诚对外指责罗若云嫁给他20多年没有工作 所以罗若云名下的不动产积蓄 都是由他拼了老命赚回来的 但该闺蜜表示 罗若云除了负责教养儿子 还帮董志诚理财 甚至帮他打理演艺工作 而且罗若云的家境本来就不错 曾经还是上市公司董事的秘书 年收入将近100万台币 而对于传媒报道的董志诚过年不回家 对老婆实施暴行等行为 他一一否认 并且直接在接受访问时 将罗若云名下的不动产公开 另外当时有罗若云的朋友称 罗若云名下有一笔十分可观的积蓄 董志诚认为这里面也有他赚的钱 所以也想分 但董志诚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罗若云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由他赚的 所以对于罗若云提出的财产各半 不拿赡养费一直不同意 并上节目倾诉自己的委屈 据了解两人商量的结果是 儿子跟着前妻罗若云 董志诚每个月可以和小孩相处三次 并且晚上十点前要把孩子送回家 有知情人士称 董志诚的老婆罗若云和儿子 目前仍然住在之前的房子里 所以估计董志诚是分得了店面 而涉及到现金部分 他猜测董志诚现金大概分到了三千万以上台币 所以应该是达成了他之前 想要拿回上亿身家一半的愿望 最近董志诚在一档节目中 分享了这一段婚姻的路程 他表示自己至今还没有找到离婚的原因 如果要说离婚的导火线 那可能是自己去北京打拼了两年半里 和老婆罗若云渐行渐远 也对这样的结果表示后悔和不舍 甚至他还曾经打过50通电话 想要挽回这段感情 但对方就是不接 让他相当无难 2017年 罗志诚离开了自己在台湾主持了12年的节目 来到了内地发展 经过辛苦的打拼 在内地主持界也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2020年初夕 董志诚因为工作的关系留在了上海 直到大年初三才飞回台北 没有和老婆罗若云吃上年夜饭 没想到这件事成了女方提出离婚的导火索 21年的婚姻亮起红灯 除此之外 媒体还爆料称 董志诚平时脾气暴躁 常常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甚至还曾对老婆当众施暴 隐忍多时的罗若云 这才决定提出离婚 对于自己脾气不好 还曾对老婆动手的说法 都是空穴来风 他说 你说我离婚 我可以接受 但你说我脾气不好 还会打老婆 我一点都不能接受 而对于未能回家过节的事 董志诚表示 自己很对不起家人 但是当时工作真的太忙了 根本抽不开时间回家 他表示 过年那段时间 自己原先是在内地接工作 预计要工作到元宵节 不料疫情爆发的太过迅速 他初一就被通知 已经临时取消了过年当期的工作 于是初一晚上 他便立刻订了回台湾的机票 初二凌晨4点多飞回台湾 一回到台湾就先去了母亲家 但其实早在两人爆出离婚内幕之前 就有媒体爆料 夫妻二人曾双双出轨 有爆料者表示 罗若云和儿子的游泳女教练 交往非常频密 甚至还看得过双方接吻 其实早在2012年时 罗若云就通过儿子 认识了这名女教练 此后二人产生了暧昧之情 2013年还一起开了一家面店 该教练姓蔡 还为罗若云在外另租了一间房子 是否作为两人爱潮就不得而知 在刚听说过这件事的时候 董志诚第一反应是难以置信 不相信罗若云会出轨女教练的 他曾对媒体表示 他相信罗若云 而且这种传言十分荒唐 因为那位教练是儿子的干妈 从幼儿园就开始教儿子游泳 跟自己也算是熟识 更何况他很了解自己的老婆 对方怎么可能会喜欢女生呢 但一段时间后 董志诚再次接受采访 谈起此事却表示 宁愿相信这件事不是真的 随后又说 但可能也只是在自我催眠罢了 暗示离婚原因过错在女方 罗若云的舅舅郑文鹏 是资深的制作人 同时也是罗若云和董志诚之间的媒人 他说董志诚没有证据 是在胡说八道 并威胁董志诚不要再乱说 事情的最后总会有结果 罗若云这边被爆婚内劈腿教练 董志诚这边也并不太平 有报道称 曾有女主持在他车上全身脱光 最后还把私密衣物落在了车上 结果私密衣物被罗若云发现了 因此他和董志诚大吵了一架 但之后该女主持人表示 他记得这件事大约是在五年前发生的 当时是自己在参加综艺大集合节目 那期是在游泳池录影 当天录完后 所有人包括他在内 都在游泳池的更衣室换衣服 后来他将换下来的泳衣 包好放在了塑料袋里 没开车的他当天搭了董志诚的便车回台北 最后因台北下大雨 他是冲下车跑回家 因此不慎将塑料袋 移忘在董志诚的车上 隔天对方顺路到电视台将整包塑料袋还给了他 该主持人向媒体表示 整件事情就只有这样了 没有任何让人想入非非的情节 如果是他所犯下的错 他一定虚心接受媒体的所有批评指教 但如果根本不是事实 那么恳请媒体朋友将心比心 体谅被这样写的人会是什么感受 最后他也强调 董志诚既是他的长辈 也是他的良师义友 无论如何都希望他在工作与生活上 一切都能圆满安好 但是自从这件事后 夫妻二人的关系越来越差 随后就是董志诚前往内地发展 双方长期异地分居 最后两人走到了离婚的这一步 最近董志诚向外透露 自己很想挽回这段婚姻 但前妻罗若云似乎是心意已决 对他的电话和信息 采取的态度是不接不回 让他感觉有心无力 罗若云拒绝董志诚的求和 也无心争取财产 甚至不要赡养费 只想尽快离婚 这份决绝显然不是临时起义 而是对丈夫积怨已久 董志诚觉得离婚对不起自己的独生子 在节目中也表示了对儿子的歉意 有一次看到儿子在社交平台写 有人拿父母离婚这件事情 向他开玩笑 导致他被老师询问 在接受媒体访问时 董志诚表示儿子觉得父母冷静地做出这样的决定很好 妈妈是妈妈 爸爸也还是爸爸 法律断不了骨肉关系 尽管妻子提出离婚 但他还是称自己无论如何都很感激前妻罗若云 二十多年前 董志诚在朋友的聚会上对罗若云一见钟情 就此展开了激烈的追求 他们在一起享受过爱情的甜 也品尝过生活的苦 两人于1999年结婚 当时他们的求子之路非常艰辛 罗若云做了五次试管婴儿 挨了八百针 才得以在2006年生下宝贝儿子 董志诚曾对媒体表示 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的 所以自己一辈子都感谢他的付出 风风雨雨二十一年 如今两个人都过了知天命的年纪 但是他们却在一起 走过了这么多的挫折之后 还是选择了离婚 想必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曾经娱乐圈的模范夫妻 二十一年的婚姻 如今走到了这个地步 确实令人唏嘘 但明星也是普通人 多少夫妻都曾携手经历大风大浪 但终究熬不过平平淡淡的生活 平淡的生活就像温水煮青蛙 看似幸福 其实危险已经来临 无孔不入的孤独感 将父亲二人的心 拉得越来越远 虽然目前 董志诚已经和罗若云 签了离婚嫌疑 但是董志诚最近在社交媒体表示 他还想跟前妻再续情缘 看得出来他对前妻 还是有些不舍 至于董志诚能不能哄回前妻 就得看他自己的了 希望他之后的感情生活 能够获得好的结局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你对本期视频 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我们再会 按 right Abraham 带 电 位 计ang 都有 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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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分钟